行李箱拉臉全被割壞 外觀還被揣滿透明膠帶 洪小姐怎麼也沒想到 搭個飛機也能遇上行李大盜 金品美金全被偷 損失金額高達50萬台幣 我就傻在那裡 為什麼東西被變得一片狼藉 然後真的就是亂七八糟 你知道嗎 洪小姐7月17號搭乘長榮商務艙 從美國芝加哥回台 行李竟然還在芝加哥 19號上午洪小姐收到長榮訊息 說行李已經抵台了 只是沒想到一打開驚人慘不忍睹 小偷甚至還留下一雙來路不明的鞋子 報案後過了一個多月 洪小姐才收到長榮航空email 說當時拖運重量是17公斤 寄回的時候則是13公斤 相差4公斤會賠償80元美金 不過由於是特殊案例 所以會把金額拉高到200元美金 大約台幣6500元 不能接收 我覺得一點都不合理 他們一直說他們聯繫不上我 重點是我一通未接來電 我都沒有收到 事實上根據華沙公約 各航空公司都規定 拖運行李賠償以每公斤20元美金 為上限 專家建議要投保旅遊不變險 只不過珠寶貨幣同樣不理賠 相對安全的狀況下呢 是把行李帶上飛機用手提的方式 行李有異狀的話呢 當你抵到目的踢場的時候 立刻聯絡地勤的行李組 長榮回應有請旅客提供 儀式物的購買單據 進行後續的理賠討論 但沒有獲得旅客回應 將會持續協償 並依據相關國際法規 提供適當賠償 記者潘建人藏無寧台北報導